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准时收看 今天台北股市我们看一看 今天台北股市的一个结构的一个部分 今天涨了117点 涨了17点 涨了17点 因为最高的时候来到14750 14750以后收盘收下来 也就是今天的架构上来讲 上下震荡的非常的厉害 来我们看一看 从这里来讲 这盘在这里做震荡 我们看一看这个地方 然后4000 你看它的股价是这样 所以来到这里 人情共这个盘就在这里整理 然后我们看CPI公布完掉下来 PPI公布完 不错上来又下来又上来 所以来到这里 各股的轮动的节奏 其实非常的快 那所以获利的关键是选股给买卖点 有的时候蛮尴尬 有的时候股票一直上去 我举个例子好了 现在股票一直上去 一直上去 这上品一直上去 你在这个地方稍微不去追一下 那它你买不到 那你到这里 它就整理了 那包含4768 4768也是这样 它上去上去你把它追 追一下它稍微拉回一下 然后又拉回了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完又上来 又来又慢慢又上去 所以股价的部分是这样 就像5457一样 5457 5457在这个时候投信开始买 买的时候你买了完了以后 你在你这里去买 那就又跌回来 跌回来以后这样拉上去 拉上去的时候这样拉上去 那接近前面的高点 是不是本来就有点缓压 没有它直接越过去 所以蓝就蓝在这里 2313一样 瓶盖的时候 我给大家看 瓶盖它的高点在这里 我把它这个棒棒放到这里 滑通的高点在这里 5457的高点在哪里 5457的高点在这里 然后它下来 下到它低点的时候 我们看它低点的时候2313它在这里 它还再往下走 然后它往上走 所以那叫做蓝度 蓝度 这个蓝度 这操作的蓝度就是在 在这个 在轮动的一个节奏 那个蓝度 就像6279 每一个人 昨天都每一个人讲什么 讲胡联 讲胡联很好 你看投信连买三天 那买三天过高了 那过高以后 我们看一看 这过高的时候 你这一天没去买 又往上又往上 这蛮蓝的啦 为什么 来我们给大家看 你这一天没有买 那又两天 两天以后今天 稍微压回去买 它给你收到最低 所以那个叫做蓝度 那个叫做蓝度 好不好 那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 脚步放慢没有关系 放慢没有关系 有些股票 卖错了也没有关系 卖错就少赚 或是基本上来讲 等于是梦拉减西口 可能这行情洗一洗 那卖掉了 卖掉了以后 还有其他的机会 就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不好 就像四七四三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想 他今天是不是解禁 昨天解禁很多人 都很开心堵上去 想说他会往上走 很多人讲说合一会怎样 合一会过前面的高点 会过前面的高点 会过前面的高点 你看一下过前面的高点 结果呢今天他不是 他今天开起来就给你往下杀 蓝度 对吧 六四七二 六四七二的宝瑞今天往上 但是在往上之前 我给你看一看 这所有所有的你看 大概整理完 这样一根完了以后 在这里整理 在这里整理 你想说这已经跌破 跌破这个叫做颈线了嘛 跌破这个颈线了 这叫颈线对不对 跌破颈线了 这个短期的小头部出现了 然后杀下来 杀下来可能再来盘盘盘 人家大盘 大盘在整理的时候 他在这里 结果他今天最高拉到涨停 所以那个蓝度 现在的操作有点蓝度 同样的我再给大家看 六五八九的台康 台康的部分你看 这个地方外资 这投信大卖 投信在这里大卖 大卖你是不是隔天卖 那结果他又在这里做震荡 他就守在月线 所以那个蓝度在增加 这样了解 那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 有些股票急涨要卖 就像我今天 我不能讲什么股票 我今天起来有两档股票 往上冲高的时候 我都把它卖 那今天股票 我有去买一档 在平盘入境的股票 他收盘也收一收 小小的收回来一下 所以有的时候的操作的蓝度 在增加 就像六四七二一样 你去把它吹涨停 那今天压回 你会闷闷的 如果今天华人又买 那又上去了 所以那个操作的蓝度 你要把它拿捏好 最近的行情就会在这里洗 完全购股表现 完全获利的关键是选股跟买卖点 这样了解吗 好 昨天很强的 六四四六 要还要 昨天收在那个漂亮的数字 叫五八八 今天 怎么上去又下来 所以这就是 这个就是操作的小蓝度 小蓝度 OK 我们来看一下大盘 我们先来看大盘 我再把这个东西讲给你听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大盘在这里做震荡 那在这里做震荡的过程里面 这样有没有 其实这是昨天形成的一个支撑的位置 然后我们看一下4000 4000的部分也是这样嘛 然后往上冲 所以个别股 其实底下是有人称 因为我们现在国安基金在里面 虽然昨天的那个汇率是扁了快将近两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 这部分是这样 那今天除息 480 最高刚好填息 有吧 最高刚好填息 没有填息是2块7.5 差不多啦 2块7.5 2块7.5 对差不多 差2.5 然后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收下来 收在这里 基本的架构来讲这个位置 叫476 这里476 这里475 好 看到 来 那我们看类股 类股的部分今天涨运输类股 涨什么 涨2606 我们看2606 今天早上开盘 开419 然后收盘就追进去赔钱 2612 这中行 中行最高拉到快涨停 然后收盘这样下来 那反而呢 2607是这样 不太同调啊 那有人就讲说2607是不是在反映 未来长龙重新挂牌的股价的表现 因为他现在在停牌嘛 对不对 所以在2607是这样 那当然营收创高 那我们看到的是这样 那股价是这样 那我们看一下 好 那这个就是不同的轮动 我稍微讲一下不同的轮动的节奏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讲完这以后呢 就来看看 我们给你追踪了几个族群 那他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 第一个威胜 我也不会威胜今天拉回 我就扣去 2388 你看他的难度 昨天拉起来 拉起来 昨天大盘不好 大跌的时候呢 美国大跌的时候 他给你往上拉 那今天呢 比较开心的时候 他给你往下杀 你说难不难 难吧 3289 他昨天呢 昨天给你往上拉 那今天在这里做震荡 完全不太同调 6279 6279的湖联 你看 这两天拉上去 结果他今天把你形成吞噬 这是不是吞噬 吞噬现行 还好他没有爆量 如果他爆量以后 就就就就鸡鸡了 就在这个地方 我就说这如果爆量的时候呢 他可能就有人把筹码给释放出来 这就是重要的嘛 然后6285的起击 这压回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看4979 这是投信买的 投信有买 然后他上去 是不是不太同调 不太同调 我再看你一个什么 来我们来看一看 然后再来讲到的 再来讲给你听的 就是设备相关 然后我们讲 是不是今天的半淘滴展 半淘滴展 3680的加登 给你看一看 然后3413 3413 你看都是开高走低 你们有没有发现是这样吗 然后6125 连阿翔跟你讲的这个广运也是冲高以后拉回 所以这有的时候的体材就变成这样 哎呀有利多出来就有人会先获利落袋 就变成这样 他形态上来讲就这样 只有4770 4770就守在这里 然后4768 他继续 他后来拉回再往上走 昨天是开低的嘛 开低往上今天再冲高 冲高让我这样收 那你今天去追到现在 那你刚才撩一几天半 有很难 有点难 有点难 那我们讲到叫低轨卫星 低轨卫星的概念 天线3138 他今天也是冲高拉回 对不对 冲高拉回 然后2367 2367也是冲高 今天到2445 前面是246 他今天也是冲高在平盘 剩下2383 2383的这一个 反而这一个 台光电是这样 这样昨天开低 然后今天又突回去 所以那个难度在增加 所以所有的个股 你要选择有 续航力的个股 什么叫续航力 等一下我来跟大家讲 我这族群就讲过了 给你听了 对不对 那今天有一个股票 其实表现还蛮强的 那个股票我卖一点官司 我就不在这里跟你讲 因为我还没有跟我会员讲 那我明天再跟你偷讲一下 好不好 跟网路有关系的股票 还有网路有关系的股票 你就去想 好 那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一下 这一个所谓的羽绒衣的双雄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我昨天讲 也不会因为今天跌下来 我就不讲了 我本来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这个 羽绒衣双雄 对不对 一个是4438吧 4438 广越今天在这里平盘 还有另外一个是 8916 今天冲高以后拉回 冲高拉回 那股价是这样 冲高拉回就正常 原来最大量在这里 所以他最大的支撑 是在这一个地方 你会看得到 我把它放大 最大支撑就在这一个大量的位置 就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那整理一下 他今天有没有 他今天在这里做整理 量缩 那就看法联 有没有回买 就关键的部分在这里 那剩一分钟 我们来看一看 我刚刚跟你讲 广越他算多少 3块3毛3 他股价多少 他赚多少钱 他赚3块3毛3 在这里 他股价多少 141.5 然后另外一个 8916 8916 现在618 他赚多少钱 他赚3块钱 两个差蛮多了吧 差一倍多 那你会讲说 那为什么 为什么他今天涨 他今天跌 因为他涨的比较多 讲的比较多 你记得在这个地方 缩量的时候 缩量的时候 是一个好的 可以上车的位置 为什么可以上车的位置 那另外一个 叫4438 那股价是这样 因为他没有一直上去 所以他慢慢慢慢走 但今天有点股票上去了 1477 这叫什么巨洋 这个都是跟纺织 这个跟成衣有关系的 你看他的股价 是不是这样涨上去 那同样这个股票 这一样 你如果这个地方没有追 那他又上去了 你如果这个地方没有买 他又在这里整理完了以后 又上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你没买 下来这里也不会买 都会变成这样 那上去怎么办呢 所以每一个操作的 轮动的节奏不太一样 那我等一下 回来再跟你讲 那等一下我会回来 我昨天是先讲生计股 我今天后面 再跟你讲生计股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咯 我是孙军玉 非凡商业台 全世界观点 提供您理财新事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8点到10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8点到10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为了台湾 放眼世界 锁定非凡 我们为了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诉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王牌第一个改端 我先从把这个部分再把它讲一遍 你看这一个所谓低轨卫星的概念 那我看一下 很多人都给你讲的是这一支 大概所有分析师都给你讲森达科 阿诚我给你讲森达科吗 没有 你所有的你买到这一个月的 到今天全都套 阿诚给你讲的不是这一个 阿诚给你讲的是这一个 你就除了你这一个月买的 随便买的今天就除了这一天 你又不可能去买这一天 那其他通通没有套牢 应该是这样吧 差别点就这样子 这样了解3138都不同 这要去注意啦 现在有的时候操作比较难 像2388他今天为什么休息 因为他前面有两个高在这里啊 你不可能尊重这937这935 那这个位939 那不是都93几吗 那这个今天934 所以本来就这个地方 而且他攻击上去的时候 这个攻击上去的时候就有没有量 没有量 好吧 这个就是阿诚要跟你讲的 很重要的重点 那我今天有吟藏一档股票了 明天再讲一讲 我这么每一次 每一个股票都要跟你讲 那我只是跟你讲 这一个部分 这个我觉得有机会 1477他是这样走的 巨洋为什么这样走 那很多人是做1476啊 那1476创高啊 如红创高 因为股价高啊 股价高那股价低的 是不是长得比较凶 对他长得比较凶 那现在4438 我有讲了4438 438的广业他长成这样 他长成这样 我看一下他从8月 8月107长到现在 长了30几块 他长了三成啊 涨了三成是要慢慢涨慢慢涨 但是8916呢 8916他从这个地方 他这一个礼拜就涨三成了 我看一下是不是一个礼拜 涨三成 这当50块嘛 50块涨到这15块 对啊去什么 涨到这里他涨三成嘛 你看到了 你看他今天涨三成 今天还有创前面的高点 涨了三成嘛 那这里没什么涨 所以这种股票是 回来回撤回来这里 会在上工的比较厉害 他的强度会比较高 为什么 外资买超投信 这投信都买超的嘛 这投信都买超 OK好不好 那这个我们很简单的 跟大家做报告 我倒觉得是 第一个他获利的部分 他是赚三块 他赚三块三毛六 三块三毛三 然后我们看光荣 给你看你看 他的营收起来 10.53亿 10.27亿 12亿 12亿是不是 12亿当然不是历史新高 但是就38个月的高 有没有 他的联征是多少 148.8 那就全部都是联征嘛 那是4.4.3.8 他也25亿 他营收历史新高 他营收历史新高 然后这个77% 你不要忘记这些 这些都是95%以上都是外销 那外销我们台币 这样会不会费对收益 会费对收益 会费对收益 这样了解好不好 那这些股票呢 有时候拉回的时候 你继续布局 那有些像这个 我刚刚有讲的像这个 我给你看一个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 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你看一下2017年 他是亏钱的 2017年是亏钱 他配给你上块 4块配3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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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块配3块3 4块1配3块 2块多配3块 有没有看到 这也是 这也是配3块 3块多配3块 这公司是什么 每年都配3块以上 即使他赔钱 这是一个非常稳健的公司 OK 好吧 那我就很简单的跟大家讲 因为他默默的 以后他走的模式就是这一个 9802 9802 9802是怎样 倒倒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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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 他从这个位置 三月份的一百零几 涨到现在两百多 就是涨了一倍 大盘呢 他呢 他呢 这样了解 好吧 我之所以跟你讲的是 因为他第四季是旺季 很多人第四季死了 他第四季 第三季 第四季都旺季 OK好 就讲完了 我们要讲生季 生季类股的部分 昨天是涨对的 昨天涨6446就对了 那今天涨不上去了 今天涨CDMO CDMO也对啊 CDMO涨了保瑞他就涨65 65台康升 然后再涨4726 应该是这样嘛 涨 他就往上走了 涨这个族群要CDMO 大概生季股的部分就是 不是新药就是 就是CDMO的族群 那6550 21号要解盲 你拼吗 你拼吗 你又不是现在买的 那你在什么地方买的 大概你不会这么倒霉 买到这一天嘛 所以你在哪一天买的 就是获利的 那获利的阿翔 就会认为说 那获利我们下车 解盲过了 要追再来追 基本的架构 就是这样的概念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来到这里 所谓的新药的族群 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是他的Marketing 他的营收到底是多少 他的营收到底是多少 这是非常重要 然后这个我也要做了 上半年他亏了2.9毛3 然后上半年他亏了0.81 对不对 然后他有相关 他的适应证 有19项适应证 他这个地方有多了 有一个19项适应证的专利 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 他很会洗 每一个人都告诉我 要他洗到什么时候 洗到我们要过国庆日 洗到国庆日的时候 大概在这里洗 很多股票我们看 我来看一下6446 他回到哪里 他回到 这什么线 回到月线 回到季线 他没有回到季线 他回到季线 那6617呢 这是股王 我们这个是股后 他没有回到季线 没有 谁强 共庆强 共庆没有回到季线 对不对 6446 都是这样 这月线不染的 季线 季线是支撑 我们来看一下416 4195 1795 这好好笑 1795 他回到哪里 回到哪里 我把它放大一点给你们看 这哪里 季线 那6446回到哪里 季线 然后1760回到哪里 一旦170季线没有到 然后4162没有到 4162月线都没有到 厉害吧 那所以谁强 事情最强 这个就是从盘面上 我们去看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 我们是不是讲一个68 这一个 这个也强 常加智能 他有回到月线回到季线吗 没有啊 他有跌回来吗 没有啊 对不对 这个我说他有回来这个位置 你是可以去低接的 那有回来吗 没有啊 所以重点不是就是这样嘛 所有的操作的tempo就这样 如果重型股6550 他回到哪里 他回到月线 所以6550强不强 他只留到月线 然后6446回到季线 然后1795回到季线 然后6617有回到季线吗 没有 他就在这里 他打了两个壮士的小脚 那能不能抵住这个 那就看整个盘面 市场上对他的氛围嘛 这一个380 这380.5 我本来希望他是 他是怎样 A B C C到哪里 C到这里 他不要了 所以重点就在这里 所有股票啦 有的时候你要懂得买 有的时候要懂得等 有的时候要懂得卖 就这样子嘛 就像6279 哇 利多不断 那冲上去了 冲上去的部分呢 这个大量的位置往上走 然后他本来支撑要在哪 红K中线 红山中山 那他跌破中山 中山你要怎样 那我跌破中线 我就先卖啊 这个就是操作 好 那现在2367 你看他你会说 他没有张很多 对 他就要一路涨起来 而且他半年奖会以后 就一路涨起来 一路涨起来 我说他未来整理完 那会涨背股 他回到哪里 回到月线 回到月线 所以现在最强的股票 就回到月线 月线就撑住了 像这个就是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概念的股票 其实6550也是嘛 是吧 所以从这角度上来讲 我们讲到的是 那个marketing 市场 市场 所以 讲到共性的部分 大家在等的就是 他的许可证出来 等他的药证 药证等一下 等一下 他有作业时间 而且他们最近疫情 又特别的严重 所以 从就线论线来讲 他的形态上 其实远比他强 远比药法要长 药法要回到季线 然后6617 他虽然没有量 但是他没有回到季线 本来我也希望回到季线来 我昨天不是有讲说 有一个会员朋友 他说要回到季线来买 他天天在那边买 OK 好不好 我都一天买个两张三张 那就OK了吧 那所以来到这里的操作 你要懂得 选股之后的买卖点 互动的情组 可以加一加 然后这个 我们一个换股战斗班 把握这样的机会 其实现在操作的就是 股票的买点跟卖点 获利的关键 是选股跟买卖点 送给大家 祝大家操作順利 再见了 拜拜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显现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